早餐车正要通过路口 突然就被重型机车直接冲撞 慢动作再看一次 被撞的餐车才刚刚开出路口 重型机车立刻从另一个路口出现 以高速撞上 餐车的餐具掉落一地 车子还以180度翻转一圈之后 翻覆在人行道上 餐车驾驶受困翻覆的车子里面 救难人员抬不起货车 只好破坏车体才把驾驶救出来 送一急救之后还是毁天乏术 壮人的重型机车 机车零件安全帽散落一地 骑士身上也有多处骨折撕裂伤 人还在医院急救当中 就用破坏器材将那个驾驶 从车底下那边脱困 因为他头其实是卡在 就是车子跟地板 就夹这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破坏器材 就用撑开器 先制造一些空隙之后 有一些空隙 然后我们紧销在共同的 去把那个小货车驾驶 把它脱困 再看一次撞击的惊险画面 小货车当场被撞翻 车头驾驶座这边 撞到严重凹陷 车上的饮料 还有厨具散落一地 难以想象 当时的撞击力量有多大 警方调查 两名驾驶都没有酒驾 事发的路口 餐车行驶的中正路 闪黄灯 机车骑士的仁爱路 闪红灯 造势的责任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彭志明 苗栗报导